眼力的朋友一看就知道這部是M11 沒錯,這部是M11 不過是M11的Monocone Hello,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anki 之前有跟大家開箱過M11的Monocone 今次再跟大家講深入一點 還有講多一點關於相機拍出來的相片 好,在這裏講多一點關於Monocone的原理 首先要講回彩色機 CMOS機,例如在Leica來說 它是用三元色的 紅色、綠色和藍色 就是一個四方框 你戒開四個 然後就是R、G、G、B 綠色是需要多些人類的眼睛才能感受到 所以綠色是比較多的 而紅色和藍色都是一般的分布 所以吸光的時候 吸了每一個顏色 與它有關係的就吸了光 與它有關係的就沒有吸光 相對來說 在吸光方面已經有衰弱了 一個彩色機和一個黑白機的分別 再加上當它過程中吸光之後 再要轉換 再轉為黑白的話 有一定的損失 在敏感度方面會變差了 相反 在黑白機,Monocone的時候 它只是吸光一個光 所以相對來說 是多了很多的光源 是進入了 一千拉數 先說 大家的感光度是一樣的 但是相對來說 那個Monocone的感光 的Noise 都是會低一些的 所以Monocone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少了一個Canon noise 變成更加明顯 而這一部M11的Monocone 是採用了背照式的感光 配合Leica大光圈的鏡頭 更加是如虎添翼 有幾集我都有提及過 Leica的Monocone相機 當中有提及到 其實彩色只可以拍到人衣的顏色 而黑白可以拍到人的內心世界 或者叫做靈魂 所以這次試的東西 就不是人那麼簡單 還是貓、動物的 變成了去感受一下 會不會其實 除了看到人的感覺之外 還會看到多一些東西 C鏡頭當然是離不開老鏡頭 我就試了一支60年代的八妹 一個球面的鏡頭 相對來說 這支鏡影黑白都相當出名 再者 用了一支 51.4 最新的版本 AS-Picture 然後再加上75 1.25 亦屬於Lautilus 的系列 事不宜遲 現在我和你語音導航 去看看照片 希望當初這個決定 是沒有選錯的了 最初都會擔心 其實用黑白機去拍貓 會不會演繹不到某些可愛的感覺 會不會抹殺了很多不同的表情 因為只有黑白灰 變成立體感方面 難去營造一個層次感 當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用黑白拍貓是沒有錯的 你看到貓的眼睛好像水晶一樣 滾滾有神 這一下已經吸引著我 當時是用了75 1.25 AS-Picture 的鏡頭 銳利度是很足夠的 細緻度 都是沒有欠缝的 第一一下 就是看到貓的眼睛 另外看到貓戴著一個燈罩 養開寵物的人都知道 戴著這個燈罩 一定貓本身有些問題 神情之間 看到它是不開心的 因為它比其他貓不同的地方 除了行動不方便之外 人是看到它有這個燈罩 是會少些去接觸它的 一方面 它又很希望有人去鬥一下它 和它玩 但另一方面 它又要提高警覺 我們再看看其他貓不同的表情 和姿態語言 在畫質方面 也看到細緻度是非常足夠的 沒有因為黑白而減退了立體的感覺 它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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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張照片就有很多說話湧上心頭 很平和 雖然大家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看著外面的景物 人物和車輛的流動 可能一句話都不需要說 大家都明白 整個畫面都是很協調 很平和 有人陪伴在身邊 已經是最大的支持 拍照一定離不開人物 這張照片跟之前有最大的不同 這是一支60年代的鏡頭 35mm二光圈的白尾 雖然兩支鏡連帶相隔甚遠 不過在細緻度方面就不覺得有很大的差異 頭髮的細緻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跟背景燈影的虛化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在窗上一點點的小水珠 好像跟外面形成了一個平衡宇宙 雖然背景有點模糊 不過思路是很清晰的 看到這張照片 我就明白 35、2、8倍 到現在都是這麼多人追捧 一定有它的原因 尤其在拍攝黑白的時候 不單止有立體感 背景的虛化有恰和好處 立體感和人的情緒 互相牽人 可以說是一個很耐看的照片 今天方向這張照片 從8月1,4日 但是歡迎 從8月2,4日 我看你 放到8月1,9日 在近距離拍攝方面 我用了一支50mm 1.4 11728 即是最新版本的51.4 AS Picture 其實很簡單,放一支錶在窗台 利用所有現場光拍出來的效果 就已經很漂亮,很有氣氛 立體感也很強 演繹玻璃的感覺更加是表表姐 如果放大的時候 看回中間漏斗位置 依然有立體感 和精型通透,完美演繹黑白相片的威力 像這隻青蛙一樣 雖然沒有顏色 你看到很強烈的質感 和顏色的深淺變化 我都想了很久 是不是要把這張壽司相放出來 因為黑白相片 演繹不到食物吸引的地方 但就是有一隻手在這裏 又多了一份感情 感受到有人故意買了一盒壽司給我吃 有時鏡頭一塊放在這裏 其實你用肉眼看 有時都會黏底 但反而用黑白去演繹 你會見得很立體 鏡頭的每一個骨線 和鏡頭上面的黑度 都非常清晰 反而在彩色相片 看不到這種感覺 在黑白相片上 反應質感 是真的有一手的 至於建築物方面 我就隨便落公司樓下 看到隔離銀行的外場 其實那些磚是很有趣的 它全部都有三角形 有一個斜道 可以清晰看到 好像鱗片一樣 每一個斜道的細緻 灰階的變化 都是完美的演繹出來 圓柱體的建築物 加上玻璃幕牆 反射每一道的光 都有輕微的變化 很強烈的看到圓柱的感覺 還有旁邊有一個直身牆 亦都看到光線的光暗過度變化 正所謂一塊雲感 有時拍雲 是很難拍到它的立體感 這張照片 可以感受到 一朵一朵的雲在天空上飄過 建築物有它的質感硬度 完美演繹了軟硬兼C 以下這些照片 我是用M11彩色相機拍的 然後在電腦上面 轉了它做黑白 那你覺得它的質感 和純正的Monocone有什麼分別呢? 歡迎你在留言板表達你的意見 相片大家看完了 大致上大家對這部M11 Monocone有一定的印象 到底拍出來的相片是什麼質素? 可能很多M10 Mono的朋友心思思 到底換不換好呢? 其實是否應該上上M11呢? 理念也是很簡單的 其實你用開M10的上M11就是這樣的原理 只不過它是Monocone 你說M102400萬像 多了幾千 起碼是2400萬 升到6000萬 也有一個大躍進 但其實M10R的用家 也有不少 是由M10R轉到M11的 我認識不少客人 都是這樣轉發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考慮因素 主要我覺得是在操控性方面 以及電池的續航力方面 首先就變成電池容量大了 1800mAh 相對來說 用日領一般的情況用是沒有問題的 以及可以用USB Type-C充電 就算你沒有一個充電座 有一條線都可以 而且反應是會快了 還有就是用了新的EVAF2 在體的細緻度、明亮度、清晰度方面 都有提升的 還有一點就是內存 有256GB 變成一般的情況之下 你是絕對夠用 鑑於以上的優點 你去考慮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去升級做M11的Mono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講講你的意見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